我們先跟今早嘉賓有直要輝 Stanley先說一隻小米 早安 兩岸交易所的方向完全不同 互聯互通我們很順利 入了恆生綜合指數 上星期成交那麼多 應該是有些基金提早追入 好像調位 香港一向都是關照小股東利益 現在好像大陸做了這個 保衛小股東利益 害怕被人罵 引起社會不安 他這句說不怕 因為多數投資者缺乏不了解 其實香港不是一樣 其實是的 我跟Mini說這句 現在大家 如果看回深圳街鎖和索外街鎖 詳細版本的通告 其實他都寫出來幾百 就是為何那三類公司不可以進入港口通 最主要就是內地很多投資者 甚至是勸商 他們都不熟悉架構 他最主要就是針對這件事 所以就不讓你這樣做 沒有的 如果你以他的想法 即是說那些人根本上又不懂是甚麼 如果你不懂 你叫別人去賣 某程度上 這真是一個 不是一個妥善的做法 而作為一個街鎖 最主要這件事 但你看到香港這邊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你在這件事身上 就好像很快速地 你看到他已經進入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指數 特別是說 你進入了一個恆生綜合指數裏面 令大家亦都 那一刻意識到就是很快 可能北水就真的會下來掃貨 還有就是說 這些被動性基金都是逼著要追貨的 所以你說有沒有這些投資者 可能因為純粹搭一程送中車 想說你之後有北水下來 可能會叫做掃貨的 那我先掃貨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說廣告所 我都想要出來解決 究竟今次他跟這個 即是內地方面的協調是怎樣 很簡單 如果假設很快 大家談完後很快可以通關 那沒有甚麼 但如果又不是的 原來有時間談的 可能談一年半載的 那真的 我想對投資者來說 都算是幾頭痛的事 所以純粹說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也等有關的當局出來 自己談談事 稍後李小嘉就會出來交代小米的情況 我們這邊財金官員力撐 上市時有大鑼大股 他的鑼特別大 怎知原來內地的看法不是這樣 但你看到他今早的股價 現在是咬著在差不多20元 今早我都看過很多評論 20元以下值賣 為甚麼他量度20元以下值賣 是否純粹因為基本面 你也要看他的業績主義之類 是成交的問題 如果20元以下值賣 即投行就太謹慎 叫你17元上就算了 20元也不好 19.5元也不好 不不不 小Sir 如果你這樣計算 當時招股價 即招股那段時間 它的優勢是17次22元 你這樣計算 現在都是在招股價的優勢中行動 你看現在 小米的跌幅收窄了 只是跌2% 我們剛才看到 就跌成9% 不要緊的 市場當然有跌 你在它貸貸的時候 發放這麼敏感的資料 當然大家都追 我們有Stanley在這裡 聽完小家說 大方向大家都知道 政策觀點 做的一切都是為國家好 市場有選擇開放 但這個小分期是否真的這麼不重要 暫時 他收拾暫時這個字 就叫大家不用擔心 是否他上去談談就可以搞得如何 其實Bweeney也挺少可惡 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交易的時間 你又 你作為街日所的頭 你把那些信息出來 其實是有點兒 好像沒有東西的 不需要的 OK的 可以的 但我這樣看 你說是否少分期 我先講這個字眼 你可以說是就行 可以說不是就行 分期在於現在 兩者本身 對於你說究竟是 能否立進去深港通 沒錯 好像很小的事 但問題就是 你說要內地方面 願意開通的話 大前提就是 很簡單 你要通過裡面寫得明白 是因為內地的人現在不認識這件事 你跟他們認識這件事 是否你下一轉北京回來的時間 那些人會認識呢 其實是不會的 這是一個叫時間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回到內地的立場去看 就是說 那些人現在不認識 可能你說現在 只是說是炒 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呢 我覺得 如果你說外地的話 一定是堅持的 所以你說 是否要談這麼快 可以說 你去談一轉的時候 回來 大家可以說 我認為機會就不大 所以大家這方面的衝勤 真的不會有這麼多轉 的確是 即是你如何量度一下 認知程度 是否 是如何透過你談談 這樣就可以溝通到 港交所有自己的潛在利益 會排山倒海 還有很多和股不同的 股份可以上升 他今年的業績 就是看這些股份 但中正監的角度就不同 就是股民先走 你見過之前的84條問題 中正監的角度是以股民的名義 沒錯 現在你又說很細琐碎 好事應該成商 你開通了甚麼 但我們中國作為一句成語 禍不單行 現在又沒有逆戰 又有甚麼中英 你好事成商 禍不單行 那又如何計算 是否應該交到一句 主席 多一事不如試一試 不是 即是 相信市場時 你開通 即是這麼快 閃快進去 即是閃電式進去 當然會談好 你以為是嗎 大家也以為是 所以便炒到21多 誰知原來不是 現在跟你說 這個環境未滑滅 大家可以放心 現在那些股票便移動 反而上市公司便順利很多 優泰很順利 他真的不行 即是大行一致 又降他的目標價 我們今次有說 大摩是最準 他第一次出的時候 已經得到他4元 然後他的股價便便便下來 現在說最差 看到過九又沒有那麼弱 他怎樣稱也沒有那麼弱 公司規模大勢 我現在自己說 不關於那些投行的事 即是以你的 你有甚麼生意給我做 我就照有碗一碗 有碟話碟 你為何說他表現會那麼差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這個市場本身 即是我們說 手機設備的板塊本身 其實沒有 你強者會越強 但若要那一堆 你的見真力 一定會被別人衰弱 因為很簡單就是說 你有很多的參與者都會進入市場裡面爭取市場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你跟信息相差那麼遠 信息的技術上不斷地提升上去 所以它有條件就是說 甚至乎ASP的機會可能會再加也不出期 但是問題是你打一些低檔次的路線的時間 其實你很難搞 就是這一堆反而反正就是說 即使手機升級也好 你受不了 然後你的單價有機會不斷受壓 所以為什麼兩者的情況會有這麼大一個差距 最主要反映這個現象 問一句 是 想不到它會虧蝕嗎 盈利盈利大幅倒退 它應該有三個原因講解 即是要虧蝕嗎 最主要是我們說這一行 當時要產能升級或技術上升級 但可能你本身的進度是慢了 變成你出貨那裡其實有機會是你出得少 但是你R&D就做了很多研發出去 加上匯兌 沒錯 所以出來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但是你說 如果以公司的情況去看的話 即是以這一次為第二次 你說能否加上之後的時間 會有一個很大規模的逆轉 即是你如果說這次比較差 下次會穿得比較好一點 機會我覺得不大 好 所以今天的跌幅都頗厲害 一乘一 今早麻煩Stanley和我們一起跟你談到這裡 請問你 請問你 傳給你 還要你 問我 快要不要 今早上 快要 感谢观看